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2022年的留学讲座 那我是Candice 那相信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不管是在正在准备考试啊 或者说正在准备弄文件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非常非常多问题 包括局番说到底如果GP很低啊 应该怎么申请啊 还有我钻选文件应该包含哪些元素啊 还有如果考试考不好的话 我的局面GIE考不好的话 应该要怎么办 其实这个讲座呢 其实会包含了很多 在你申请过程当中 会有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的解答 那我们等一下会在里面一一的讲解 那在进入讲座之前呢 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Candy先生 那主要是Candy先生留学平台的创办人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教授 局面GIE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2017年这个平台 已经成立了 那这个平台成立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更多留学生 所以我们在平台上面 我们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 家教课程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留学咨询啊 包括你申请学校啊 怎么申请学校 怎么串行文件 好 当然包括后续的 就是说你等到国外之后 如果你要找实习找工作的话 我们有相关一条龙的服务 那因为我跟Bee的目前都是 Face在美东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 不只是只有台湾的职员 来串联的就是在美国 还有台湾的一些古教留学资源 所以可以协助更多 在不管在准备考试的你 或者是说已经人到美国了 你在美国有相关学习的问题 或是找工作实习的问题 我们这边都可以帮你解答 那这是有关于我的部分 再来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者Peter 那Peter的话 他本身啊是 他本身除了是做留学顾问之外呢 他本身也是有帮助学生的去申请 比如说找实习啊 找工作啊 这方面他都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顾问 那今天他会主讲呢 就是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说 要怎么样写出一个 很超杀的这个SOP 跟一些履历的部分 然后还有讲一些 比如说美国常常会有的一些 申请学校的一些 不认这坑啊 还有一些小沛博 等一下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分享 那Peter他本身除了是做 前段的就是帮你做申请啊 留学的一些顾问之外 他其实也有帮你就是 当你在美国之后 或在国外的时候 你如果要找工作找实习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可以帮助很多留学生 在没有绿卡情况下 拿到他们想要的工作机会 所以他可以说是 不管是在留学部分 还有讲学金 还有申请实习工作 到他达成率去 几乎是可以是到达百分之百 那配除掉就是 前两年的COVID的关系 这是一个exception 那在这个之外 他其实达成率可以说是 相当相当的高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来 请这个Peter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那这个在演讲之前呢 我再讲一次 就说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Ninead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们的Ninead 把你手机拿出来 找一下你的QR Code 然后加我们Ninead 如果有相关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上面询问我 那如果你没有Ninead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WeChat公众号 我们上面一样可以 找到人帮你回答问题哦 好 OK 那我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Peter 好 小 Vanaga screen share 好 你等我一下 等一下我先退出 stop share 等一下 你可以sure OK OK好 各位好 我是Peter 那那个 我们今天 谢谢大家 那大家欢迎来 抽空来参加这个 这个wearing 那基本上呢 就是到时候 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 或大部分是想要说 我就是可能想要出国留学 然后想要念 商学院 或是说 Data Science 或是Big Data 这些相关的一些 专业的部分 那商学院也有分MS 也有分MBA 那也有一些MS 是就是Data 相关的呢 它其实并不在商学院 那这个是要怎么去攻略呢 那这个我以下会大概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一些技巧 那希望大家在写的时候可以就是做一些笔记啦 因为毕竟PowerPoint它会比较就是BulletPoint这样子 那 其实条列式的那种说明 那我后面会针对每一个BulletPoint去讲的更细这样子 希望大家能也能就是写下来啊 除此之外,我在今年有达成另外一个,这个应该是全台湾过温业里面最高的,目前听到没有比这个高的,就是说一年之内呢,奖学金的部分申请到230多万美金,等于台币大概7000万左右,在一年之内,就是在这个一年之内拿到大概7000万台币,帮学生申请到7000万台币的奖学金。 那这些都不包含那些,就是什么那种,就是不是那种仲介的那种抽成的那种学校,或是条件事入学的学校,那我就是基本上就是申请就是以,就是不是那种仲介的那种学校为主,那为什么会达到这个100%的那个就业率呢? 那其实这个跟申请的学校,还有你的那个program,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其实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哦,我今天去个排名top10的学校,或什么的话,那 那排名高,就是等于就是就业率好呢?其实是不一定的,其实据我所知,比如像你今天如果今天去,假如南加大的NBA, 他们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学校的MS杀死,OK?或者如果你今天去念,呃,南加大的MSBA,好了,假设你今天去南加大的MSBA,那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来自于工学院的MSBA,因为工学院也有 所以这个等下我会解释一下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抬起效应嘛,那抬起效应的话,就变成是说,因为每一个学校,每个公司呢,它都有一定的一个人头的一个基准,也就是说,就你的学校再好,那我,我一年这个公司,我只能录取一定的人数,那如果,呃,同样的,不同的系所,他们都已经就是跟你一样,丢费他的工作的时候,或者 丢NBA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可是呢,因为你念的很通才嘛,你念的不够钻,或说已经被弃保掉的话,那 那,他的人,你的学校的那个在地优势已经不见了,因为他已经被其他系所的人先辞掉了,OK,也就是说工学院的人,他们会优先录取工学院的BA的,或Data Science的人,最后才来剩下的一些汤汤水水才会轮到你,OK,那NBA的话就更惨了,就是NBA的话就变成是说,好,如果 我今天念的NBA,就算他有Stamp,可是他学的东西很General的话,那如果你大学本身没有Beta相关的,或是Engineer CS相关的底子的话,那基本上会蛮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NBA就在有Stamp,他学的内容是蛮,蛮简单的,那学校也好,或是公司也好,他们在看, 你的申请的时候,他们会说,那我今天公司,我说,那我还要再coach你的话,那他会觉得 不OK,他觉得不行,甚至会觉得说,那我宁愿要工学院的人,因为Stamp,因为Stamp会要求说,国立学生,本来说要求的会 technical的技巧会比较高,那如果你丢来是很通才的东西,consultant这东西的话,那 他sponsor的几率有,但是是很低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就是说,要怎么去避开这些,所谓的一些名校迷失跟陷阱这样子,那我的脸书在这边,那大家如果要加的话,可以用,文财神觉得通常会蛮快的回答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先加一下这样子,OK,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排名的部分,排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每一个学校他的强项跟弱项都很明,基本上都蛮明确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讲到说,OK,NYU,Columbia,这种学校,哦,他一定的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他的强项是finance跟consulting,大家通通都知道,好,问题来了,问题就是说,哎,可是 他这个strength,那为什么会觉得是说,他的strength可能对于H1B不见得有相通的一个关联, 因为呢,finance跟consulting这一块,嗯,他呢不太,但不不太会sponsor国际学生,OK,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要去丢银行的存finance的话,他会sponsor国际学生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没有很多,嗯,所以如果今天,今天我今天去NYU,我今天去Columbia,好,OK,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没有公民,没有绿卡的话,那你的那个, 学校最精华的部分,他的resource跟aluminate network都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不代表说他一定会有H1B sponsorship的话,那你去那边的话,其实有点可惜了,那其实这也是有其他转换的方法,方式, 比如说,OK,我今天去Amazon做finance,那Amazon不是银行啊,OK,Amazon他去做finance的话,那可不可以,那这个他有时候会sponsor,这是OK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说, 说Amazon,如果你进他的那个finance track的话,或是finance analyst的话,他算会sponsor,但是薪水其实蛮低的,这会跟你的NYU跟Columbia的学费,其实会不成正比,但是, 哇,这就是要选二选一了嘛,那你一定要硬充一个H1B sponsorship,还是怎么样,那我前阵子有看到,就是在,在今年年初吧,有一个人,他在另外一个平台,他有分享了,就是说,他去, Amazon那边,他是finance analyst,他进了,他进了,他进了Columbia的,结果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薪水的薪资表,因为,其实这些都找得到,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去哪里找,那大概就是大概,七万五八万五之间,美金,七万五八万五,如果你把它换算成台币,好像很多,两百多万,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之前在美国西雅图的话,或是纽约的话, 那这个薪水也是蛮差的,OK,所以,然后甚至跟你的那个,生活费啦,或是你的学费是不成正比的,那同样的,我有客户他们进了,他们是什么,可是他们一出来,他们的薪水,一进去就是十二万,OK,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七万五到八万五,你念Columbia,你花一千万,然后呢,去念Columbia,然后呢,结果呢,最后你薪水是七万五到八万五, 然后呢,那有人只花个两百万,三百万台币,然后他就一年就已经十二万美金了,那这个差距,可想而知就是非常大,那这为什么就是变成说,学校其实很重要,排名很重要,但是呢,是看的是系的排名,跟台湾的一些,我们的迷思不太一样,台湾是选校不选系,所以这常会落入很多中介的陷阱, 是因为,你看哦,我这学校排名很高哦,但那只是综合排名,或者说,那个只是一个商学院general的排名,可是那个不代表 国际学生,那个是美国当地的居民,或是 那个绿卡的人,那个才比较有参考性,那如果,因为他们什么工作都可以丢嘛,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 美国公民,或是美国绿卡人的时候,那基本上 会蛮辛苦的,因为如果你只真的排名的话,那你会落入这个圈套 那,再来呢,就是说,一个学校他们因为国外的雇主都是看,都是看系,选系不选校的思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会变成是说,OK,好,如果我今天,我们刚刚提到,像USC这种学校的话,OK,他很有名,没错,但是,但是他如果今天呢,出现了就是说,OK,我的优先顺序是我有data,可是我data 除了上学院以外,我还出现在公学院,我还出现在数学系,那怎么办,那就完蛋了啊,对不对,那就整个就不用玩了,那我打个比方,我们先去看一下,比如说 一些名校的一些东西,我们大概就只给一个以上头,比如说像 因为在大家统计系里面呢,统计系里面,OK,他出现了data的东西,但是我们通常在念商学院,或者说我要念data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特别会去用我刚刚讲的关键字,我是用statistical sciences,然后来查,我们通常会用,去直接先去duke FUQA,他的商学院去看,那就就以为说,他有他的MQM,他有他的MS management,然后他有他的MBA,就结束了,但是这很危险的,因为其实你不会,其实你会觉得,哦,以为duke只有这个,这个跟商有关,或者说这个只有跟data有关,但其实并不是的,你看哦,大家来看就是说,这个里面他的area,这个是统计系的网站,Department of Statistical Science,统计系网站里面出现什么,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诶,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擦一下,Peter,你要分享那个网站嘛,对不对,你要先切换一下你的画面,你们现在看到的是PowerPoint的画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所以呢,呃,大家看到吗,现在看到了吗,现在看到了吗,现在看到了吗,可以可以可以,现在看到了,好,所以就变成是说,好,我母亲就去duke的网站,他这边写说,duk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al Sciences,所以也就是说他是统计系,他并不是富华商学院哦,可是你看他的focus area里面,你看,Data Science and Analytics 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可以吃掉你的富华的MQM了, Health Data Science,他是因为duke在Health上面很强,所以Health这一块他也很厉害,然后他就把Health跟Data Science结合,那因为现在有疫情的情况之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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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然后呢,你要选Finance他也有,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去看他一二三,好,这个时候我们去看Finance好了,最直接,直求对决的,那你就看他的Finance,他学的东西是学什么的,他统计系的Finance呢,他学的内容呢,他说,他要Time Series and Dynamics Model,然后他要做Forecasting in Finance and Business,然后再来是Causal Inference, Comparative Infectiveness,然后呢,再来是Statistical Decision, Evaluation,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还是他最简单的,这里面最简单的,他还要出现Econometrics,那商学院只学到Economics,我学到Economics的部分,所以Economics又比Economics还要更高阶,然后这个时候出现Forecasting Financial Market的东西, 他,然后他又学到了Empirical Asset Pricing,Asset Pricing两堂,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学的会比,商学院,因为商学院,我讲,不会教你Pricing这个课,怎么定价,那所以你看哦,这个时候你就出现他的Employer了,我如果不跟你看说他是在统计系的话,你会以为这是商学院的网站,你看哦,Capital One是美国的银行,Wells-Fargo是美国的银行,Visa,Black Ross是美国的Consulting,UBS是瑞士银行,OK,所以,这一段, 很恐怖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看他的Sponsor,对不起,Employer,其实都会跟商学院非常非常的像,那我们就是在进阶看了Data相关的,Data觉得更难的,就比刚刚才有更难的,除了Findling相关的出现,他又出现了,你看哦,Computation,Modeling,然后呢,Advanced Stochastic Model and Machine Learning,然后Probabilistic Machine Learning,就出现了,然后呢,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然后这边开始要学Coding,C,C加上,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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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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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家都想要的脸书,Meta,Amazon,Trader,麦肯锡,Golman,Sat,高盛,Google,Tesla,Uber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哦,统计系的打死商学院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如果你还不信没关系 那时候我们去看LinkedIn 这时候我们去看LinkedIn的话 如果你只要打台湾人 所以台湾,Duke,NBA 那他如果没有公民的时候呢,他的下场通常都蛮惨的 他总是回亚洲回台湾 那如果你说回亚洲也没有不好啊 对,回亚洲其实并没有不好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只是过水的话 就是说我今天用台湾的薪水 我到美国过水,我没有工作 然后我就直接,没有当地的工作 我就直接回亚洲的话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雇主,亚洲的雇主 那他要怎么看你? 他会觉得说,那我就用台湾的薪水基准来看你啊 所以你薪水也不会多高 再来是如果现在的话,据我所知 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今年是中美贸易战之外 然后呢,还有中国大陆遇到封城 上海跟北京封城的情况之下 那所以呢,今年和明年呢 他们会把所有的Head Account 中国的全部银行业的全部都关掉了 然后呢,他们把今年和明年的Head Account 全部丢到新加坡跟台湾为主 那新加坡的话呢 他的任何缺呢,你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呢,新加坡在2020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了说金融业跟consulting业 他们prefer的是当地人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要是共银才可以 那他们内部的promotion也是以共银为主 他们会比较,就是给国际人士的要求 压得很,就是压得非常高的一个门槛 所以呢,能进金融业的很低很低很低 那台湾的话呢,obviously他就是因为薪水低嘛 薪水有多低呢? 我知道去年有一个学生 他当然他申请Columbia的时候 他不是我客户,他进了Columbia很开心 然后呢,最后就是他丢美国 他想要去consulting嘛 因为Columbia obviously consulting班的是很厉害 然后呢,他丢了,通通没有理他 所以呢,他之后只能就是回台湾 丢台湾的那个BCG Boston Consulting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不对? 好,结果呢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呢,给他就是 一个小时台币350 就结束了,就这样 OK,一个小时台币350 就是人民密80块吧 一个小时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他的时薪就这么差 然后他花了大概好几百一千万这样子过去 然后他实行才350 这是真实的例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Nomura Nomura的那个是野村证券嘛 大家应该知道 日本野村证券在台湾 然后他们去年也有在招一个 原来自Columbia的NBA的 结果最好笑的是那个 还没有被录取哦 因为呢,Nomura给他4万5 一个月台币 台币哦,一个月4万5 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回到台湾的话 那就是第一期 那你是跟你 跟你们在座各位 可能薪水也差不多了 或是甚至你们本来比他高了 可是你已经 这些Columbia 这些念回来的人 他们都已经 都花了不到多少钱 所以这个又是很典型的一个坑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好,我刚提到嘛 Finance那些很厚很厉害 没错 可是问题是 Finance Consulting 他们会sponsor的 非常的非常的少 所以 所以呢 这是个比例的问题 那 那再来就是排挤效应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刚才看到说 今天排挤效应 Duke这边 你看 他这边就已经把商学院的门槛全部 把商学院的 该抓的公司全部都吃光了 那你还能去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看 就是说 如果有空 大家可以进去里面看 他的admission rate有多低呢 好,我们都知道 Duke的话 如果他的商学院MBA 如果是15%到20%左右 很低了 对不对 这个好像不到5% 统计器其实是不到5%的 你就知道有多竞争了 那据我所知 我看了这两三年 台湾人是零 一个都没有被录取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台湾都不知道啊 所以台湾就傻傻的就去 就去了 去了那个富华的商学院那个地方 然后全部都回台湾了 好像除了有 Health相关背景的 其他全部都回了 除非你有那个Health领域的背景 你可以留下来 不然基本上没有公民的 大部分都是回流了 所以呢 就蛮惨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都被自己的统计器打死了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 我们典型说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 因为他就是 台湾不会 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一直到毕业 他们也不知道统计器 基本就在 都在挖他们的墙角 可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那当然不是只有就可以哦 其实很多学校 都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 通常我们会建议 说好 那我们生理学校的时候 生理系所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是要以 就是气保效应里面 我们不要被当气保的那一个 我们是要被当被保住的那一个 OK 所以 学校在保你的话 那他他的资源会分配的 非常的非常的明确 好 那这个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之后来问我 OK 那我现在在screen share 回去到刚刚那个 slide上面 Candice这样有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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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的technicality到底够不够 我技术性到底强不强 我们今天都是假设 你没有任何cs的一个背景 或是engineer 或是computer science的背景 从中都不要有 OK 那原则上是这样 就是说 通常呢 一个基准就是0 光谱是0到10的话 那5 是找工作的时候 5是一个stamp 最低标的要求 所以是business analyst 所以business analyst的工作呢 基本上 大概年薪在5万6万美金而已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都是给大学生 新鲜人为主 很少会有研究员 研究生 或者工作三五年以上的人 去申请这个 然后这个分目也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 你的竞争对手 除了你的同学之外 还有大学生 大一到大四 统统跟竞争 也就是说 你今天研究所 第一年的时候 你要丢十 大二大三大四的人 通通都要给你竞争这个东西 或是大学刚毕业的人 也给你竞争 那你怎么办 所以竞争朋友是最多的 然后往上个level 就是Beta Analyst Beta Analyst的话 那它的技术含量 又比Business Analyst高 蛮多的 那Beta Analyst的话 它大部分的MSBA 大部分的MSBA的难度 大概都在Beta Analyst的附近 少部分呢 会比这个还在更高阶 就是Beta Scientist的部分 它已经接近了Beta Scientist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MS Data Science 但是有可能是MSB 因为有些MSBA它的technical的难度 已经可以达到Beta Scientist的难度 那Beta Analyst 跟Beta Scientist的薪水差多少呢 通常是差30% 也就是说一个是7万 一个是10万 或是10万 或是8万到比11、12万这样 通常是不得了 通常会差了30%左右 那8到10不用讲Engineer 那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但是为什么把它写进来呢 因为通常呢 印度人他们出国 印度人是最多出国人 比大陆还要多 他们出国的人 90%以上都是CS EE 跟某一个方面的Engineer 通常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们不会笨到说 自己去只丢CS的工作 因为他们知道那录取率非常的低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 我不要去丢MS Computer Science 为什么 因为那个录取率2% 那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压宝一定是压在 MBA跟MS BA上面 也就是说他们故意 故意把自己往下丢 不会往上丢 他们都往下丢 故意去申请MS BA 故意申请MBA 故意申请MBA 故意申请MS Data Science 然后这个时候学校跟他们 因为就业率好 因为他们的BETA 他们的CS背景漂亮 所以他们就业率一定会很高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录取 他们的以后 哎 排挤到的是谁 排挤到的是台湾的学生 因为他们是往下丢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 根本对他们两个都是在复习 他们都早就会了 他们装 申请后装不会 然后呢 进去了以后 他们就忽然就是忽然一点通 全部都变成天才 然后大家都通过会 然后他们就把省下来念书的时间干嘛呢 拿去找工作 所以他们通常去那边一两个月 就开始有offer 或是有interview了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这是你的同学的话 就是他们印度人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恐怖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丢 所以进去了以后 你的对手有就是 他们是八到十的光谱的technicality 但是他们会故意去丢五六七八的工作 他们不会傻傻只丢八到十 就是台湾的所有人相反 他们会觉得是说 哎呦 我今天没有 我是商 我台湾就是念商的嘛 所以呢 大部分 台湾出国 出国念书的 大部分都是商科背景的为主 大概有占了三分之二到七十percent 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今天如果去丢 data相关的或是 data相关的 可以没有问题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学的是 相对应的master 但是你没有相关的经验嘛 那些engineer也通通都有了 所以你的对手 如果我今天要丢五的工作 或是六的工作 你的对手会有五六七八九十 好 所以永远是 如果我通常会建议客 你至少要锁定你的level 大概到七 不一定你要念到有七的degree 但是你的tani quality 一定要到七左右 那这时候你可以丢五六七啦 甚至一点点八啦 五六七八 因为你的对手会是八到十的这些变态 会非常的多 ok 再来呢 另外一个明哲保身的呢 就是比如说你有 CSCP啦 CPIM啦 CPA啦 或是FRM 这种东西 不是CFAL 是FRM这种东西 它是risk management 那如果你有这种东西的话呢 那在相关的领域上面 会比较好过一点点 比如说CSCP是仓促相关 CPIM也是 他们是比如说Amazon这种公司 他们就非常吃这一块 如果你要找Operation的 这一块 那就是你要去一些学校 这时候选学校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今天去明校 假如我进去Duke ok 或是我进去USC 我进去UCLA 他们的课程 就算他们有教你Operation 他们有教你Logistics 他们课程都达不到CSCP 跟CPIM的要求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去一个非常强的学校 比如说Ohio State 或是Wisconsin Michigan State 这种学校的时候 他们Supply Chain的课程 Logistics的课程 就会被CSCP CPIM这种License认可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今天毕业了以后 我可以直接去考 我不用再多拿课了 可是你那个 如果今天去念不相干的 那些学校 就算他今天教了你的Logistics Supply Chain 或是Operation的课程 你还是要重新拿捏课 去修这个License 所以就又浪费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OK 所以如果你能提早 在CSIO同时 又能Fulfill 这个CSCP CPIM的要求的话 那这是最好的状态 那有会计背景的人呢 那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会计背景 或者四大背景的人呢 那建议就是说 把去美国之前 把CPA考起来 美国的CPA考起来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有台湾的CPA的话 台湾的CPA 听说是全世界有名 数一数二的男的 OK 那美国是数一数二的简单 那我通常我客户 他们都是念 美国的那个 通常是自己DIY念一念 三个月之内 是可以考得到 美国的CPA的 所以你是要准备的 所以你有心态 不要等到说你快要毕业 才去搞这个东西 而是你如果是去之前 就能有这个mentality 先去准备的话 这会对你的人生 会好简单很多 因为CPA 它是一个可以 明哲保证的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今天进不了 一些我想的工作 我至少可以过度 用CPA去过度 某一些其他缺 这样子 OK 那再来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想说 哎 我想要念general management 就好 我想要学管理 或是我想要学marketing 或是普通的finance好了 或是MSF这方面 那怎么办 Well Data这个部分 尤其是疫情以后 就是说 Data它其实可以吃掉general management 吃掉marketing 吃掉finance 也就是说marketing的人 你会的东西 Data的人也会 但是Data的人会的 你不会 所以如果今天 今天是那个雇主的话 美国的雇主 他宁愿要Data的人 他也不要marketing的人 那也是一样 finance也是一样 Data的人 刚刚你看到统计系的 他学的东西绝对比你MS 学的通过都难 所以他宁愿要是要 这种统计系或Data的人 就是把finance跟Data 还有统计合并起来的 而不是只有单英的念finance OK 那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Data 它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话 那不管今天你要念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 它是一个共有的一个common denominator common denominator 就是说它是 不管你今天要去什么领域 都要汇Data 我今天课无法今天不管在台湾 是念中文系、英文系 还是音乐系的 OK 这些都是整的 这些人都是这一两年出现的 就是中文系、英文系、音乐系这些人 还有化学系什么的 然后呢 他们通通都不会 通通都不会Data 可是呢 他们在 一年以后 他们出国之前 他们都会 我都会叫他们去念特别的一些课程 然后这些课程呢 让他们混一点点Data 然后去靠那个学校的某一些特定的program 去帮他们做翻转 翻转他们的skill 让他们就变得蛮好 那我看到今年 上个礼拜 才回馈的 就是一个女生 她是本来是服装设计师吧 fashion designer 然后她去的学校呢 就是有考CSCP这个东西 OK 然后呢 她已经刷了三个 还没毕业之前刷了三个实习 然后呢 那个 今年毕业 她上次跟我讲说 她在考虑要去德州的硬材 Applied Materials 就是半导体公司做Operation Manager 所以你看到 从 她才念大概20个月嘛 从fashion design 变成 硬材的 半导体的 Operation Manager 差距非常大 OK 那她中间的实习呢 都是跟Operation 和Supply Chain 还有Logistics有关的东西 那再来呢 就是说好 今天我们申请学校 到底这个学校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或是说 这学校到底是不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 能不能达到 support一些国际学生的资源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不同方式去 ask the schools 就算我知道答案 我都会要求你们说 我们还是要故意去跟学校去聊天 因为要假装不知道嘛 可是问的时候 你问问题的时候 要问得非常的聪明 不要问说 我看到坦白是在webinar 遇到那种不认识的那种 台湾学生 他们的问题都是很 大家都好像都是很模板出来的 就是说 哦 我的GPA是这样这样 所以我的录取率很高吗 还是很低 或是说 我今天GMA的考到六百百八 可以吗 那这个方式来问 那这学校当然很官腔的 就是问你就是 就跟你讲说 越高越好啦 当然先来申请啦 你就以为真的有机会了 但是问题其实是蛮扣分的 那应该要问很smart question 就是说你要问他 我们都问得非常的细 我都会把我客户都已经写好 每个人的问题都写的不一样 然后写好了 然后就copy 他们就copy paste 丢上去 学校就会回答 或者说 这个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你 那你就以为说 哎呦他没有马上回答 你是不是太生气了 其实并不是 而是我故意把他问倒的 因为我知道 他没办法回答 我早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呢 他就会叫你去follow up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一封信 说Thank you 你的印象好棒哦 好感人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 follow up with the question 你叫我去follow up 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上 在昨天问你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会去问他的同事 可以回答的同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一个admission team 大概就是三个人 或五个人 应该通常是三个啦 那通常在做presentation 就是那一个一个人 那你有参加 你有很积极的去跟他互动 那这不是一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被你问倒了 然后呢他就要去reach out 给第二个人的时候 第二个人的时候 第二个人回答你问题 是不是又给他写感谢信啊 什么有的没的 那这时候是不是 你就第二票了 你就是说我还没申请之前 三票里面有两票的人 都对我有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三票里面有两票 都对我有影响了 OK然后呢再来呢 就是说OK alumni referral 你要怎么去refer 那有人会觉得说 啊我就写一个那个 写一个那个 名字就好在系统里面 这也是最基本的 可以 可是呢 有时候呢是 alumni他自己去refer你 有这种特别的 他可以alumni可以 他特别进去某个系统里面 再去refer你一次 那种通常是top10的学校 会出现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 也不是说你写他名字就好了 而是他要特别为你 再去写一份sop上去 然后呢再去upload上去 跟推荐信没有关系 这不是推荐信 这是另外一个特别的东西 所以如果 如果你alumni network非常好的话 那可以往这个方式尝试 OK 那另外一种大陆人的做法 叫求refer 求refer是什么东西呢 通常呢 就是说今天A学生 跟B学生 头上都申请一间学校 可是呢A学生的程度 比B学生好 那A就先被录取了 B还目前没有消息 或者B被放在waitlist上面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A被录取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不可能 他就觉得说 我最后不要去这间学校了 我可能要去另外一间学校 更好的学校 那这时候 他腾出的名额过来 那大部分人会觉得说 我就把它放到line 我就把deposit deadline过了 反正就结束了 我的学校就会自己会去安排说 他要把那位置给谁 控出来的位置给谁 可是求refer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今天知道这个人 他不会去这间学校 那这个时候呢 我啦 我顾问的部分 我就会去瞧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我的客户 我就会去瞧说 哎 我们我今天帮你写一封信 你就是回回给学校 就是说哎呀 嗯 我本来要来你学校的 可是呢 我思考的非常久了以后呢 最后呢 啊我去另外一间学校 因为我前车比较多啦 或是 whatever 那个理由这样子 可是呢 我当我认为 我是你们学校的人 我当然以为 我要进去你们学校的 这个期间 这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这个另外一个学生 B 他一直reach out 跟我 very active 因为他对你学校非常有爱 所以我很相信 如果接你们录取他的话 他一定会来你们学校 用这方式来讲 然后呢 通常有一并的几率 这个人就会被辅证 就是从whatever上面 拉出来辅证 被录取 或是说他马上 还没有被decision 然后马上就被录取了 我今年大概干了两次 这种事情通通都成功吧 对啊 就是说 就是就成功啊 就是就是故意写这种信 然后呢到时候 他们通常都三天之内 就收到 慕名其妙收到offer OK 那 你就是说这种方式 就是说 你要会操作啦 就是说那些都是你的客户 然后我们都知道 然后有 当然客户之间 有排挤效应 就算同一个人操作 同一个顾问操作 但是还有排挤效应嘛 因为有些都是比较 分数比较好 体质比较好 那体质比较差的 这种我都会多留一个线 当然只有我会这么做 其他的顾问 我相信大家 没听过有人会这么搞 因为这是大陆人在玩的一个把戏 所以这个就是 叫做求refer 这一招 OK 那 再来呢就是好 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认识 特别多的人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NBA Tour NBA Tour要去弄 为什么 因为就算你今天不是丢 NBA 我今天只是丢MS好了 OK 那我还是要去这个边干嘛 我们来练你的经验 练你的胆子 练你的面试 OK 那我这边呢 通常会给所有的客户 就是说我都知道你们要念什么学校 然后呢 来的那个学校名单我们通通都有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分析每一个人的东西 每一个人的关联性 然后就说那你应该是去这一间 他应该是去这一间去跟他聊 然后问问题 我都是帮他们帮你们都写好了 你就只要照着你眼睛就可以了 就是说 大家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不要问那种很笨的问题 说你GRE GMAN 不要问这个东西 那我们都问得非常的细 这个时候学校对你有印象 然后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那种 把他问倒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帮你去follow up 给下一个人 这样子 OK 这就是一个是真人一个是线上的一个是真人版 那如果你线上真人版通通都有的话 那你是不是越来越多票了 那你被录取的机率又大非常非常多 OK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怕去reach out 去跟他们这样聊 因为你跟他聊越久 就越OK 像我今天帮一个客户 他是怎样 他是面试没有 他说他面的没有很好 因为当下我不可能帮他面 我不可能帮他面试 但是他说他面的没有很好 因为是他第一间学校 所以他有点紧张 所以他变得很普 然后呢 这个学校呢 很奇怪的就是 本来是要sign real decision 对不起 4月要 4月15号要release decision 可是呢 他一直没有release 他跟我讲说 怎么一直没有release 是我怎么了 可是我看到他的系统 也没有说被reject 或是被waitless 通通都没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好吧 那我就帮你打个电话吧 因为他是男生嘛 我就假装是他 然后英文破烂一点点 这样子 然后就跟他聊天 跟那个admission人聊天 聊什么呢 聊就是讲说 哎呀 那个面试官跟我讲说 比如说你十月五号 那我相信你们十月十五号 那我相信你们比较忙 那时候大概五月五月中上旬了 然后呢 我就说我知道你们比较忙 所以我不是打电话来催你的 因为如果他觉得学校 通常会来 觉得你是来催他的话 他就马上给你了句 所以千万不要去催 让他觉得你在催他 我说我不是来催你 而是讲说我收到 其他的学校的offer了 OK 但是实际上他那时候一间都还没收到 因为他GP很烂 他GP2.5而已 OK 然后他这一间都没有收到的offer 但是我故意讲说 我没收到offer 但是我想告诉你说 我收到offer 但是我一定会等你 我很 我很 对你非常的真心 我一定会等你 OK 然后呢 讲讲讲说真的 真的讲讲 好他说那我就想说 那为什么十月五号没有decision 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需不需要我去upt一些东西呢 他说哦 我再看看发生什么问题 我就说好 那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给你一个我的update好不好 因为我面试是在四月初嘛 那我这一个多月来 我有一些 科学上面的变化 但他其实根本没有 只是我故意留了一个后路 然后他说好啊好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丢了一个 又写一片essay给他 二十四小时之内 又写一片essay给他 然后丢进去 叫他去 丢给各个接电话那个人 然后呢去啊 让他去put it in profile 这样子 所以他的profile 会变得更强了 然后呢 小米也知道他是谁了 对不对 因为我打电话过去 我假装是他嘛 然后呢 又等了大概两三个礼拜吧 我又打了一通电话 因为还是没有消息 他就说哎呦 好像是不是那个 decision有问题呢 还怎么 因为好像快要到六月 他说哦我们好像把你碰到六月破了 因为好像系统 说好像你有些东西没有complete 都有啊 你是不是可能是因为我 一个月前弄那个update 然后你们你们系统 你们可能把他系统认为说是 我还没有做 然后我把它complete 但是我其实已经做完了 我只是update一个全新的profile 有可能哦 那那我到时候给你feedback 我们就后来又通了两三封信了以后 这个时候 我就打第三通电话过去 他就说我已经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然后呢 我今天会跟admission the director有meeting 然后你这二十小时 就会有结果 结果他就被录取 然后是拿到七万六千块美金的奖学金 OK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他说已经六月了哦 六月初了 六月四号六月五号 如果没记错 那你想这个都已经根本不是什么round 根本没有分round 因为学校系统把它搞砸了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就做以代币的decision 的话我之后一定会被waitlist 为什么呢 因为六月的decision 是给当地学生的 所以他不是当地学生吗 他不是他没有绿卡 所以他如果是傻傻做以代币 他把你扑到跟当地学生竞争 他一定死啊 他稳死的 所以我就故意想说 哎呀你把我做六月的话 那虽然我也能接受 但是呢 好像第一个程序上面有点瑕疵有错误 然后呢 我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所以可能对我不太有利 那虽然就算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安排的话 我也会respect你这样的安排 我跟他这样讲 但是呢 我觉得是说 既然你们当中commend的是四月四五号 我也等你们等两个月了 然后我也跟其他学校已经就是delay了 就是跟他们讲说 哦我延迟deposit啦 怎么怎么怎么 拿到跟他们的offer 我就跟他们延迟deposit 不然我commend给另外一间 我就不在哪里这间啊 所以我告诉你看我多有爱 我等你等了两个多月哦 然后他们就听说 哦你看看你真的很喜欢我们学校 这样子 那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他要真的知道你是谁 那他知道你的 你的那个commitment 是很高的意愿 所以这时候他就录取了 好 那为什么commitment很高 对学校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跟排名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录取率越高 排名就越低 录取率越低 排名就越高 EOS通常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另外一个排名叫做eo eo的是什么意思呢 eo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录取十个人 有六个人来 那就表示说有四个人放弃 那这六个人的话 我eo就是60% ok 那我的eo rate越高 我的排名就越高 我的eo rate越低 我的eo rate越低 我排名就越低 所以如果他知道 我录取你这个人 你百分之百会 他感觉到你百分之百 而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他感觉到你的诚意 百分之百会来 他录取你的意愿就高很多 因为他的排名就会 就会那个 往上升 而不是往下降 ok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让学校感觉到说 你有这个eo 那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去try 这个东西 我加了optional assets 上去 然后我又去打三通电话 跟他聊天 聊天 ok 线上也有 交换了两次信 所以他弄起来的话 总共操作这两三个月 就帮他操作这个东西 然后就还被录取这样子 所以方式非常的多 所以绝对不是你想象中 丢完金就结束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不管你要diy也好 不是你要找顾问也好 那也欢迎比较了 就是说他们其他能够做这种方式 ok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这个最后牵扯到 就是你这边 而不是我们这边 因为是你这个地方 到底最后录取的是你 而不是我 所以你大家好好想一想说 那我这些strategy要怎么去运用 不管今天找人帮忙你 还是你要自己diy 我都希望说你们能够 好运用这些不同的strategy 那我相信我刚刚讲 那些strategy可能你们能听到没有听过 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 好那再来就是说 台湾人的一些一些 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很重要 通常我都会要求说 你们在 还没有录取之前 都要有这个 以下这五个mentality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出国之前 一定要这五个一个思维 这样子的话 你去不管做考考试啦 或是念书啦 或是准备这些材料呢 会事半功倍 第一个呢就是 我现在准备的东西很辛苦 没错 但是呢 这都是很小菜一点 因为真正的是 当你被录取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challenge 因为找工作 远比申请学校难度高 非常的多 所以我要再强调 找实习找工作 远比申请学校难度还要再高 因为你的对手 会是更直接的遇到中国跟大陆的学生 那第二个呢就是 你的职业对手是大陆人跟印度人 好 那我常常会讲 你的对手是他们的话怎么办 因为他们都很强 要么是考试机器 要么都是engineer的背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的思维弄成就是说 我怎么让他觉得我好像是白人的一个background 但是我只是肤色跟我的passport是台湾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写说 我的short term goal 我的short term goal long term goal 是我要成为consultant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short term goal long term goal 你要成为consultant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变成是说 哎呀我我我今天修成go 论成go是这个的话 那他会说 那大陆写的跟你一模一样啊 那我就看大陆考试机器就好了 他们都740 750 760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的go 写说哎呀我我今天想要成为一个PM 台湾想讲PM这个东西 可是国外的PM跟台湾的PM差距非常的大的 PM会有produ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ok 那在国外的话 这种的话通常都是工作五六年七年 甚至十年以上的人才会有这种title 然后通常都跟sales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台湾呢通常PM都是sales为主 为主 ok 所以当你写你是这种的话 他会觉得奇怪 你这个不符合啊 不符合你他们这边对PM的认知 再来就是说如果他看你的工作的内容 都是很sales oriented的时候 那你的就业率就低嘛 就业率低的时候 因为这种sales相关的缺并不会sponsor 国会学生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会觉得说那就业率低那怎么办 那我干嘛录取你呢 你说拉低我就业率啊 拉低就业率 我排名就下降了 所以我录取你 对我没有好处 那这样很重要很重要哦 好 然后再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说 ok 不要去看排名 看到排名就醉了 不是哦 而是你要去看他的 curriculum design里面 有没有capstone 有没有interns required 而不是optional 很重要很重要 你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上课而已 如果他只是上课而已 那这种curriculum 我觉得不是很好 通常是要他的一些practical的东西 就是说curriculum有capstone 有internship 然后他是required 然后你去看他的capstone internship 是哪些公司 那有些学校会其实蛮透明的公布说 我有哪些公司 或是他webinar会直接告诉你 可是呢 如果都没有这个方面resource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靠自己的 Google的方式能力去找 比如说我今天打Google 我就打Google 然后呢 说这个学校XX学校 MSBA或者NBA 然后他们的internship 然后打台湾人 在哪里 那如果通通都没有什么台湾人消息 可能他们陆续很多台湾人 可是没有什么台湾人的update 他的link in 的话 那就表示说他们都回台湾了 因为台湾的雇主不会看link in 所以表示他们都回台湾了 那就那这个学校就不用去了 OK 那如果呢今天你看到 哎 因为台湾人或是什么 他们就是internship 或是他们的capstone 都是那些叫得上号的一些大公司 而不是一些慕名其妙的star 或是给教授做研究 那这个话就还不错 这个你就可以考虑来申请 OK 而不是就是说 哎呀我就是学校排名不错 名声不错 我有听过 那我就申请了 那就完蛋了 因为这种都是一个很 就我刚三分三分钟前强调一个迷思 千万千万不要掉入那个坑里面 OK 再来就是不管你申请是MBA 还是MS OK 你一定要去上越多的quart的课程 或是beta的课程越好 不管是MOC呢 还是是就是Coursera这一种的 还是是那个实际的 比如说师大或是台大的这种 嗯 continuing study的这种课程 OK 一定一定一定要去上 而且在申请之前 就一定要弄 所以现在你们就要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很多学校他们会名文 规定说 你生的时候就要有 那如果带来是一六月 那你你看哦 你现在已经六七月了 是不是五六月结束 差不多也是你申请的时候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那你之后才去看他的 requirement 达不到那你就可惜了 因为这要求走越来越高 并越来越高 不会越来越低 OK 这种quantitative尤其是MS的 他们quantitative要求是非常越来越高 不会越来越低的 所以一定要在提前的这个时间点做准备 这是为什么我们 在六月底去做这个webinar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人说 啊十一月才开始做 才开始准备 那完蛋了 因为根本没办法在两个月之内 你学出来这些东西 因为他要有要求说要有proof 要有certificate的proof 你要upload那个certificate给他看 所以不能去呼隆他过去说 我会这样子 其实不行的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有些keyword你可以去查 比如说 我今天呢 去按google 我今天打说program manager 那个microsoft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回到screen上面 如果我今天打就是说microsoft 假設microsoft 它今天是我的一个 一个想要进去的公司好了 大家看得到 microsoft这边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今天打microsoft 然后呢 你就会看说 哦啊它sponsor好多 好多国际学生 这边就是六千个 然后这个时候 哎好像很多人 七千三六千 好像都蛮多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说 哎你看哦 这边就是 它sponsor的人 大部分都是哪里 H1B sponsor 都是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program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你看这边 佔了多少 佔了大概一万一千多个人 然后beta相关的人 佔了一千 Program manager 是你唯一有机会 因为Senior program manager 通常是从Program manager 升上去的 所以通常是Program manager 这样子 所以你 乍上去好像很多机会 什么六五千 九百九十五啦 七千三百二十九啊 八千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被 Engineer吃掉了 剩下只有那个 八百个 Program manager的权 是给你的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八百 唯一是NBA 或是MS NBA的人可以申请的 那怎么办 那时候呢 你要去找说 哎我今天去找Program manager 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今天去打 你看 Microsoft Aviso.net 这时候你去看这些名字 印度人 Program manager 2 印度人 他是念这个学校的 毕业的 大家去看他的LinkedIn 去看说 哎呀 Program manager 然后你看他在这边做了什么 他Program manager的Intent 然后他去做Intel的Intent OK 然后他去做了Data Analyst Intent 所以就是他一年之内 他念了两年半 因为他是NBA加上MS MIS 他就是念了双学位 然后呢 据我所知这些学校 只要录取你的话 就是百分之百免费 免费 免费的 所以他做了什么呢 他在印度 他做Infosys 两个Engineer的缺 他做的工作大概三年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第一个 consulting project 他做了Microsoft Project 然后他又做了Nationwide Insurance 的Project 做了Intern 然后再做Intel 的Intern 然后再做Program Manager 的Intern 所以你看他有四个Intern 他两年多做了四个Intern 因为他们两年半里面一毛钱都不花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搞出六个实习出来 然后毕业了以后就变成PokerManager 这是典型的印度人的一个Profile OK 所以大家知道说你的对手就是 这些才是你真正的对手 并不是台湾人 OK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Trupti 就是我也不认识他 反正就是他也是 你看哦 他是只念 这个更厉害了 他只念MS 所以他没有念MBA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在印度又是一样 都是Engineer Engineer 这个时候呢 他出现了Intern OK 他在一年之内他用了Intern 然后他又做了三个 三个Part Time的工作 在一年之内 他刷了四个实习 然后毕业了以后呢 他又变成Program Manager了 所以跟刚刚那样一模一样 好 所以你看这点心印度人都是那么恐怖的 那时候如果我按Microsoft Program Manager 那如果我今天打的是Columbia Columbia 那你去看说 唯一一个好像有可能的 是叫Cathie Zhu Cathie Zhu Cathie Zhu是大陆人 可是如果你去看Cathie Zhu的话呢 哎呀他大学是念 哈佛的首次教的社会系的 就表示说这个人他根本不是国际学生 所以这个不用看 诶这边有一个印度人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印度人的话 那他是 是什么呢 这个人一看说 哎呦这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公民 OK 所以他并 他也不是 他是加拿大的学校 他根本不是在美国的Microsoft OK 所以剩下的通通都找不到了 因为这是老外 所以通都没有了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一大堆印度人 Arizona这边是Microsoft 像大本一样的 可是呢 嗯 Columbia 我打Columbia 反而找不到任何人 为什么 就表示说 就像我们刚刚又回到一个小之前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Columbia 强项 并不是在Microsoft 这一块 所以你有工程比 那就另当别论 但如果你没有工程比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哎呀 我强项在finance金融业 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 Microsoft Amazon这种的话 他基本上不会是target 不过说因为他排名很高 我就来target你 其实并不是 我们刚刚看Arizona Eller 并不是 那个Carry 是排名大概50左右的 那个Arizona 并不是他团子的那一间 OK 所以你看 这个很典型的 排名50的 干第二个排名前十的 M7学校 非常典型 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可怕 因为印度人他们居 我跟你讲 他们居卖的都是大概 750以上 730 750 他们故意去申请这种学校 他们就去当 一个学校的火车头 他们所有资源才是他们的 那台湾通常都宁愿当学渣 然后呢 吃不到任何东西 只吃了到那最后一张 那张毕业证书 然后就回台湾了 我跟他 这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一个做法 印度人他们做得非常聪明 他们故意去申请这种学校 然后entrineer故意去往beta那边走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所有资源都是他们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状况 直接演 刚刚演练给你们看了 这是写淋淋的一个例子 好 再来呢 就是好 我今天如果GPA很低 然后呢 我的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我都很平庸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我就说 他如果要求他的GMAT 或是GRE 假设今天GMAT是 假设今天是650好了 假设一个学生是650 那他会跟你讲说我平均650 那如果你说 那我今天比平均高啊 660 670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申请了呢 没有说你不行 但重点是你还是不能看average 你要看看是range 也就是说他的range 假如说我今天650 那他的range 假设今天是600到700 假设他的range是600到700 那你今天考低于600的话 那就range就很惨 或是说你刚刚好 瞇到他的最低标 600他的range 那通常是给美国人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公民的话 那就会很难 那你今天如果 如果 way over average 变成700的话 以上你考700 但是740 就丢个650的学校 然后range是 maximum range是700的时候 那有点overkill了 overqualify了 但是如果你还在那个range 里面的话 其实其实是 你可以考虑那些学校的 ok 那当然你要 用全学奖学金 或全学奖学金的话 那当然不一样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低于他的average 但是在range里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是可以考虑 申请他 但是你的材料要好 尤其是当你的GPA不好的时候 那你的材料要够强 够硬 然后你的梗要够够多 要够多元才可以 那通常呢 我们说那GPA3.0以下 怎么办 是不是等于死掉了 那我答案通常都是说不一定 因为GPA3.0以下的人呢 他们有分的 就是说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都是GPA3.0以下吗 还是说我的大三大四成绩比较高 大一大二烂把我压低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大一大二烂 大三大四强的话 那这种人还可以还行 可如果今天相反 如果是大一大二很强 大三大四很烂 那这种的话就不太OK OK 或是说平均大一大二大三 通通都烂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方法去 去去去 要去解释为什么 OK 那 再来就是说 如果呢 你 你的 靠什么方式去操作 让你的 你的那个 杀伤力 DGP的杀伤力 变得小一点点 这时候就变成是说 那你在费力的问题上面 complication上面 或是random things about you 这上面 你要怎么去操作 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要跟大陆的印度人讲的一样 你要讲的是完全跳脱 大陆的印度人的思维 好 不要讲说哎呀 我的费力就是我考试考不好 我GPA不好 对不对 或是说我complication 就是说我今天帮公司 赚多少钱业绩 这种是很典型台湾人的答案 千万千万不要用我方式来写 千万千万不要 OK 为什么 因为这种大家都这么写 那如果都想写的话 你GPU不好 你平均你的GMI 或是GRE 又比平均分数低 那他没有完全没有理由录取你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是 我们叫的意中求同的部分的话 那怎么做 就比如说 我今天要讲说 OK 我 我有Global experience 有那种Global experience 假如我今天project在台湾做 但我不要想说我在台湾做 我也不要想说我在大陆做的 我要讲我是在 帮北美的某个公司做这个东西 然后呢 最后销到美国的market去 你要不要讲到你很懂美国的市场 应该不会去查你的那个旅游的travel record 不会去查 那你只要讲说 我今天在美国这边做什么什么事情 我先做了project 然后是帮美国做什么事情 然后帮美国变得更好 他们就喜欢听这一块 或者说 我这件事情的学校 属于美国中西部 或是美国的南部 是德州这个地方 然后我故意去写 就是说 哎呀我们最后 捐的那个物资 或剩下的银鱼呢 拿去帮助 比如说Houston 三年前淹水 美国德州休斯顿这边 他们有淹水 我就故意讲说 我们这个东西可能跟 水利有关系 或是说 跟rebuilt community有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帮助德州来重建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申请的是 德州的学校的时候 他们就很吃这一套 对不对 因为你就讲的是 我在帮助德州重建 OK 但是你可能只是帮 台湾的某些人 低收入户重建 但是我们要把低收入户 换成是德州 所以你要把你的生活 变得比较 international原点 这是可以操作的 OK 再来 他今天问你说 你的goal是什么 假设你心里的goal 目标一直都是 我要成为consultant 我要成为consultant 没有关系啊 OK啊 但是你的asset 不要这样子写 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 表示你 他我刚刚讲过 consultant跟finance的人 marketing的 他们都是就业率最低的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写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写说 我是consultant 我不要这样子写 就算我心里认为想 我也不要这样子写 我要写的 就是说我要针对 那个学校那个主题 那个theme 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五间学校 六间学校八间学校 我可能我的goal 我想要成为什么的goal 可能都会不一样 不要就是去想说就是说 每个都写的很模板 千万不要 每一间学校都要写的不同 然后呢 就变成是说我今天写 我会写说我想要成为data oriented manager in什么什么industry 然后这个东西通通都是可能跟 那个学校的强项有关系的 那他们就会听起来就很爽 ok 但是我进去了以后 如果我真的对于finance consulting特别有梦 我到时候在内部转调finance consulting不就好了吗 但是你在申请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么行 ok 这是另外一招 但是你要去用你工作去support 你的那个goal ok 所以不能就只是忽然莫名其妙 都要写finance 然后莫名其妙多那一句说 我要做data oriented manager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那这完全不符合你的那个整个assay的论调 所以要整个非常consistent的论调 ok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的theme和common value 跟那个学校的common value 是不是相同 这个很重要 所以学校他们的slogan 然后在讲什么某些东西的 跟他们学校的主轴 都是针对某些什么leadership 然后那个leadership 针对某一些特定的团体 或是特定的产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讲说 你看我做这个东西 跟你们学校的这个facility 的什么东西是很相同的 我做这个b和c 跟你们学校的facility 那个value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很match 我们在interview的时候也可以怎么说 或者在assay上也可以怎么讲 所以一定要去分散去搭配 而不是一直就是说 我从履历上面 assay上面 面试上面 通通都讲一模一样的story 千万不要念 切入点永远要一直很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不要就讲说 我永远一个东西repeat三次四次 那学校干嘛面试 你浪费他的时间 对不对 再来呢 就是学校现在很怕说 收到这种考试机器 这到时候英文都都不会 他只是很会考试 很会找枪手来写assay 那怎么办 他就出现kira kira这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听过 kira这东西 他就是说 有点像房子里作弊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说 他就快问快答 像托福一样快问快答 就每个学校都 题目都不太一样 而且是没有题库是可以参考的 没有题库 因为他会一直变 他就问说 好那你用你的go是什么 然后呢 你的那个 然后每个学校给你的时间点 就不一样 比如说 他问你的go是什么 他可能会给你 10秒钟思考 然后1分钟回答 那有学校可能会跟你讲说 你的go是什么 然后给你30秒思考 然后2分钟回答 这都有可能的 每个学校通通都不一样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那他就是要看说你回答的方式 进队应对方式 有没有达到一些基本的需求 那他们基本上不是看你的答案对还是错 他们看的是你的口说能力行不行 然后逻辑好不好 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你如果里大 你就是啊啊啊啊 这样子就不行 或者说你你讲的就是 他就不行 那他们通常就是 有些是只能丑一一 都只能重新丑一一次 有一些是连丑一都不能的 就是你决定要做 就只能当下就直接干下去了 而不是那个就是可以一直重复录的 是不行的 所以Kira对于台湾人来讲 因为台湾人通常是说跟写是他的弱点 那如果你要申请一些 比如说加拿大的学校的时候 他们Kira就更进阶了 Kira的进阶很恐怖 就是五分钟之内写出天下谁出来 然后题目你根本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他没有任何题目可以参考 他没有你都会变 然后呢有些是给八分钟 有些给五分钟 有些给十分钟 那你要写出来一篇 essay 那这个要求是蛮恐怖的 蛮可难的 那通常我的做法呢 是我都会跟客户讲说 等于说我帮你考Kira而已 但他们学校不会知道 就变成是我坐在电脑前面 你收到那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CopyPaste题目给我 然后我就按个闹钟 假如还要五分钟嘛 我就用了大概两分半三分三分钟 我就写一篇 essay出来 然后呢 剪贴给你 CopyPaste给你 然后你就CopyPaste上去 大概是这样子 OK 然后他要十分钟 八分钟的话 我就通常给自己闹钟设评五分钟 我就写出五分钟 一边写出一篇 essay出来 通常可以写到差不多三百到五百个字 我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又答在答很快才可以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Kira现在越来越多这种Writing这种东西了 他会考你的Writing 要临时莫名其妙出一篇 essay出来 OK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会考越来越难 主要越来越难 然后会考验到你的临场反应能力 OK 再次面试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跟Kira做的很普通 然后呢 你的平均 你的平均值也很普通 你的三位也很普通 甚至GPA可能有点低的情况之下 那你面试就格外重要 如果今天拿到面试的时候 就是你要发挥的更厉害 那我也会拿出一些很屌的东西 比如说他拿出吉他 他拿出他的跆拳道的黑带的衣服 放在他的背景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讲到 可能某个asset的某一段 或是某一个梗是跟那个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就去讲说 就拿出你的直指你后面的黑带 就讲说哎呀 你看我的黑带 然后我拿这个东西去学什么 教女生自我防卫数 仿生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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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教女生这种self defense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去打击当地的一些 俏家少女的犯罪什么的 或者降低强奸率什么的 他们就尤其你面试官 是女生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分 所以面试的时候 你有时候可以去 像我有客户 还有另外他刚好遇到 他面试的时候是 过台湾是过新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记得 我记得他好像写说 他好像书法很厉害 他真的好像书法还蛮厉害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说 学校在面试面试后段的时候 想说那你有没有 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or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拿出他的 那个墨水跟宴台 还有他一张纸 宣纸 然后呢 马上写个毛笔 假如那一年是 假如今年是 假如今年是虎年好了 他就写个虎 然后呢就说 this is for you 那我希望我能在明年 今年那个秋季的时候呢 能亲自把这个 这个这张纸 可以给你送你这个礼物 他们就很开 然后就很吃这一套 他们就很爱 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先say好 就是说我们用这一招去 去去去去让他被录取这样 就是临门一脚 所以有时候你出现这种 这样的花招的时候 他会特别对你有影响 OK那当然 thank you letter也很重要啦 如果昨天thank you letter 如果写的就是很模板 那我完全不OK 那通常我都会跟我客户讲说 OK你面试完了 不管多晚 不管多晚 差什么12个小时 13个小时 不管多晚 你都跟我 我们来线上聊 那我们就聊 因为当下你会最清楚说 你哪边面的好 哪边面的不好 然后我听完你大概跟我讲 有什么可能 我就会说好 那你这边面的不好 我们怎么来做 怎么去加分 然后我就会在20小时之内 写一封thank you letter 帮你写个客户话 thank you letter 然后就是针对你不好 地方 那怎么的去把它加分 然后再去 看你这些 哦呀白了喂 我可能时间有限 所以我忘了跟你说 其实是怎样 怎样 怎样 然后就大概跟他讲 然后就说 OK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时候通常是 如果他不回你是很正常的 可是如果他回了你了 那你被录取的几率就非常非常高 OK 大家有至少75%的几率 会被录取 所以那我们说的回信 并不是说什么 thank you note it 不是那种罐头信哦 不是哦 而是他车里有回一些特定的东西 然后他甚至还会很 associative 非常的热情的去refer你某一块 说我的Q&A 你知道那Q&A我没办法回答 但是我知道谁可以回答 他帮你热情去帮你refer 那这种的话你通常录取率也很高 那Q&A也是我写的 就是我通常就说 if you don't mind 我的Q&A有点长 那你 can read it out 然后他们就说 OK I don't mind 那你就read我帮你写的那些很长的那些问题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 good question 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回答 然后怎样 这个时候 他说那请你在那个 thank you later的时候呢 或是说你以后后续communication 可以把那个脸上我可以帮你回答 可以找人来回答你 那这个的话表示说你面对应该还不错 我们通常会互相试探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他去用这种后续的communication去加分 然后呢当下如果里面是想要增加记忆点的时候 就用我刚刚说那些道具 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增加你的录取率 尤其是当你GPA不好的时候 OK 好 再来就是optional asset到底要不要写呢 那 optional一定要写啦 就是通常就算你 除非你今天是overkill 就像我刚刚说 如果今天我今天是 他均卖650 然后最高分700的 然后最低分600的 然后呢 我是750分的人 那你就不用写了 没差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任何一边 还在range里面 如果你还在range里面 或者说你GPA 或是某些内有特别的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optional asset 就要针对这一块来加分 OK 那 再来就是 就是再来就是讲说那个 你要去看说employment这个方式的话 就是变成说 那employment他的就业率好不好 或什么 我不能直接去问学校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说 那我自己要知道说他就来每个学校都写说我就业率很高 什么95% 什么webob 每个都写的这里很厉害 但实际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一定哦 比如说90%以上的 日本人跟韩国人90%以上的 他们都是叫做Coproate Sponsor 也就是说我今天是在Samsung工作的人 他们Samsung每一年会跟哈佛买五个位置 或者十个位置 然后这就是Samsung内部的人去竞争 那台湾好像只有BCG跟麦肯锡 有还在做这一块 其他通通我没听过有在做Internal的 就是说他是直接跟他买位置 OK所以如果他今天自己本来就在那个里面 他就是买公司帮你买位置 那你只要内部审核的话 那你不用跟这种人竞争 没有用的 所以就算你有Optional再厉害也没有用 所以Optional的话是给你看说 OK好我今天申请这间学校 然后呢 我的某一个东西是特别激乐 非常的平庸 或是非常的below average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去把Optional Asset 去特别去把它讲 然后那你讲那个梗呢 可能是我在Samsung没有提到的 这很重要 再来就是地头蛇效应 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去想 就是说 我今天 呃 不要去特别想说啊 我今天在纽约 我就等于说 纽约就是 我要在纽约的学校才能在纽约工作 或者我今天一定要进加州的学校 才能在加州工作 其实不见得 我的客户里面现在在西谷和西雅图工作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很讽刺的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加州和华盛顿大学毕业的 在西雅图工作的没有一个人是华盛顿大学毕业的 在加州工作没有一个是加州大学毕业的 没有一个 OK 那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地头蛇 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是local很非常非常local 比如说好我今天是德州 德州才会有这种地头蛇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今天是念德州的学校 然后呢 我今天申请的工作 实习是德州的公司 然后他在德州有很大的一个hub OK 那这个时候呢 德州他们会有Texas first 因为德州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的概念 可是加州和西雅图案纽约其实并没有 OK 并没有 OK 那就算有也是engineer为主 并不是那个非engineer为主 OK 那再来就是说 所以通常我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说只有德州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都会建议至少申请一间学校是在德州的 通常会建议这样子 OK 那这样子德州是一个 也会对于spot的国际学生 算是相对友善的一个州 所以是蛮好的 OK 那再来就是MOOC 他怎么帮助你的profile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念 我看到大陆人印度人 他们就是在念MBA或MMS的过程 他们还是猛刷一大堆Coursera的课程 猛刷哦 我觉得有个最厉害的 就是他一年之内刷了18张 18张的Coursera的课 我不知道怎么刷的 但他真的就这样刷出来的 所以你能刷越多越好 因为在面试也好 或是在找工作也好之后 后续找实习的时候 你要讲说我Data很厉害 很厉害 我的工作上面可以做什么 可是你要MOOC Coursera的certificate 去support你的论点 所以你越多那种certificate是越好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的STEM的degree 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STEM没错 但是你的STEM到底有多STEM呢 你的东西 学的东西是不是业界想要 比如说像南加大 他学的是很大一块叫Nosequel Nosequel这个东西 其实据我Engineer的朋友的回馈 说其实是蛮没用的 就是业界通常没有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在用Nosequel的话 他有很大的一个课程 就是在搞Nosequel 就有点浪费时间 OK 所以有些学校他们会很care 比如说像NC State的话呢 他就很屌了 他就是说我一学期之内 一学期哦 他总共课程是一年 但是第一学期也就是三个月之内 他会让你强制拿到那个SAP SAP的那个 License SAP是SAP 然后再就是Amazon AWS的License 他强迫你拿 就是每个人通通都要混 你才能到第二学期 都要拿到才能到第二学期 OK 他等于强迫你拿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你在丢时期是不是 事半功倍呢 因为你又会SAP SAP是一个很大的ERP嘛 80%以上的公司 Fortune 500公司都会用SAP 所以你有SAP的License 你有Amazon AWS的License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Advantage OK 那 再来就是说你就参加Competition 尤其是NBA的 CaseCompetition非常量的多 Capstone也要去 虽然我刚才好好的把握 那CaseCompetition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A公司 他Sponsor 每年都会不同的公司 他是Sponsor这个Competition OK 我就Sponsor他 然后如果你赢了前三名或什么的话 那你通常进去 那个公司的机率就高很多 我有客户最经典就是他们有6个人 一个Team有6个人 他们去撰下CaseCompetition 然后他们进到全球Top20 OK 然后呢 这6个人呢 他们参加的event 那个Competition呢 Sponsor是Google 然后这6个人全部进Google 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通常就是说 这个一并是 就是他们就是说 你有进到Top某一个level的时候 他们会优先录取 这个有参加和得名的人 OK 那你想说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我怎么知道我会得名 其实有时候就让你没有赢得这个比赛 那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写在履地上面 其实也是好的 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 如果今天大家没有那么积极 然后你跟一些团队很积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我今天参加的CaseCompetition 然后呢 他学校可能开了5个6个Competition 那我报名的假如三个好了 不要只报名一个 我报名两三个 总会有机会就是说 你的对手在校内 一开始是校内选拔嘛 可能那CaseCompetition 可能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去注册 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你那一队 或者两队 就选第一名就好了 就出现了 其实很快 出现了以后 你就可以写在履地了 就说我第一名出现了 然后呢 其实可是你的对手只有两队啊 或者第一队只有一队啊 或者根本就只有你这一队啊 我真的有遇过 这一队没有对手 直接就是晋级的保送 保送了以后呢 他们就去跟其他学校比赛 那如果你们得名 那当然最好 但如果没有得名的话 那至少你有个校内选秘 那来说说最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学校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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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加分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就是说如果你的履历上面 如果能越international越好 那如果我真的工作经验 没那么international怎么办 没那么global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就要靠你的 case competition也好 或是这些capstone 或是实习也好 去把你的履历洗得越来越白 也就是说我很多 U.S. based的一些experience 这样会觉得说 那我懂的是US market 我懂US market 我懂US market operation 那这样子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业界也会更相信你说的那些story 说我懂的US market 那他们要sponsor你的 给你工作的意愿也会比较高 OK 哪怕你只是做一些GA、RA、助教这些 那也是让自己变得更American一些些 其实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些我为什么讲要找工作和找实习 这样好像跟你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远 但其实我刚刚有给你们看了一些experience 就是说其实并不远 因为从你找学校开始 你要升级什么学校开始 你就要知道后续那些东西了 后续那些找工作跟找实习的东西了 不然如果你当头都洗进去了 你今天去那个学校 然后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源给你 你就只能等死回台湾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通盘的去考量说 那这个program能不能给我后续的intern也好 或是留在美国的这个机会 experience这样子 而不是只是看了学校走一步算一步 如果走一步算一步的话 就像虾子头石过河一样 那就等于很容易就再见 很容易就拒绝 所以要一次把通盘考量出来 然后再去选你心目中的一些学校 然后再去申请这样子 OK 那今天先放到这边 然后呢 大概就是说 有兴趣可以再加我的脸书这样子 我点击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LINE的群组 那现在我现在开放那个Q&A的部分 那个Peter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美国求职群的话 是否就是以后 你们也可以加入 但是这个是否以后 如果你们是已经申请到学校 在当地的时候 那我们会有一些 因为我们其实讲座部分有分成两大块 一个就是你申请之前 跟你已经申请后 已经在美国念书的同学 那如果你之后要找实习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美国求职群 所以这个是邱志群的部分 那先再用Peter一点点时间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 我讲完之后会有一点时间 会留给大家去做Q&A的时间 那Peter你可以借我分享一下吗 好 对 先借我分享一下 然后我先讲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因为怕等一下 时间晚的话有人要先走 因为刚刚Peter讲了很多 就是有关于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申请学校的东西 那我相信这都是in general的一些 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 那如果说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 其实都不太样 你的background 你的GPA 你的基础 GMAF成绩不一样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就是 你们有gen general knowledge之后 势必的就是 你们要更进步的一个 一个咨询吗 那我们今天的话 其实因为暑假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我们平台上面 有推出一些活动 那这些活动 不用担心 这是没有说要强迫推销 或什么之类的 这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活动 因为是暑假的关系 那暑假的部分的话 因为Peter有两大块 一大块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一堂的 一堂免费的课程 是否就是 线上假交的部分 包括Jimmy GIE 托福 还有我们7月号会开的一个 雅思小班 那如果说你正在准备进行考试的人 非常欢迎就是预约的课程 因为这个是暑假的特会活动 只有限量50名的部分 那再另外一块就是Peter的那个 代班咨询 他的部分的话是30分钟的免费 那也是根据你个人的background 还有你的个人的一些问题 来做一对一的服务 所以趁这个暑假 你还在准备 我们就是赶快来预约起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要做预约的话 就是你加入我们下面的这个LINE Act 来做预约 我们都会有就是 专属的客服人员会跟你去做接洽 那这部分的话 只有限量50名 所以如果要的话 就是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 然后你跟我们的加完之后 跟我们在里面say hi一下 说你是讲座来的 然后你想预约这个活动 然后看你是要预约 比如说是课程部分 或者是说Peter的那个代办咨询 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回复 那我们就会有给你做对接 好那这个是我现在先讲的东西 那再来部分就是 如果你们现在还有更多更深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听完Peter讲完之后 可能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疑问 那你们如果想要问的话 也可以现在问 大家拿出来讨论 因为现在是最直接的 可以直接跟Peter对话到的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再把这个荧幕还给Peter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开放 就是你们如果任何问题的话 那一样的就是 行动不能马上行动 赶快就是 反正这个活动也是 也是熟悉才有的优惠活动 然后限量只有50名 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好那我就把这个再还给Peter 然后让Peter来回答大家问题 OK那我先把这个 先删掉了 就是大家都如果要想要问问题 或后续有些问题想要问的话 就可以再加到这个脸书上面 那呃 现在开放一些Q&A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疑问 想要回答的 想要我回答的 不好意思 我是Emily 你好 就是我是Farm 在台湾是Farm Background的 就是要学的 然后我想请问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有的是假设是原本大学上学院之类 不是CS或EE的话 去那边MBA或是BA的话 就是有时候还是比较难留下来 那如果我是Farm Background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选学校的 就是可以注意的方向或是点之类的 你要申请是MS哪一方面的 BA吧 BA吗 好 那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有个东西叫Diversity Hire 也就是说 不然找工作也好 还是找那个学校也好 你的Farmaceutical这个专业 其实是加分的 因为呢 台湾会觉得这是扣分 但其实不是 在国外是加分 因为呢 他竟然要录取一个GRE很高分 跟GMA很高分的 是不是很容易 满街都是嘛 因为托福 大陆人跟印度人 是不是都很会考试 可他们要找到一个 Farmaceutical的 拜执人的申请者 是不是很难 比较难 因为这种人蛮少的 所以呢 只要你稳稳的发挥 就算你哪怕只是成绩 稍微低于他平均一点点 但是因为你有Diversity的优势 加上你又是女生 女生的录取率是男生的三到四倍 先跟你这样说 所以呢 就是变成是说 所以你又是女生 你有Farmaceutical的背景的话 那其实对于学校来讲的话 这个是他们录取你会是加分 当然前提是你 你的发挥后续的文件也好 或是Essay也好 或是履历跟那个面试上面 你要去讲到说 我怎么把Farmaceutical这方面的 去拿到跟Data毕业有关系 那最简单 最直接直求对决的方式 就是讲到COVID 我基本上每个客户 这几年来 这三年下来 基本上不管他有没有 有没有跟Farmaceutical有关系 或是有没有跟COVID有关系 我通通都会讲到COVID相关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哪个企业入面 我都会讲到跟COVID有关的东西 然后去做Solution Provider 那如果你把你自己操作成是Front End Worker Front Line Worker 也就是说我是前线的医护医疗 虽然我没有做医疗 但是我是也是Farmaceutical 算是前线的一个部分的话 然后怎么用Data去把它优化各自化 那这也是OK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方法很多 那不要因为说我是Farmaceutical 然后觉得我好像扣分 其实并没有 但找工作的时候就不太一样 找工作的时候 当然前提是你要把一些 从现在开始到你明年入学之前 你能不能先把一些矿的东西先学起来 就让他觉得说 我有这个ambition去做这个事情 那除了有ambition之外呢 我又可以想要去 Farm我Data 跟我Health Science 这一块的一些专场专业 大概是这样子 OK 了解谢谢 对对对 那我最典型的例子是 我今年有客户 他是去年找其他的顾问 他居卖考很高 760 OK 然后呢 可是他GPA很烂 大概2.6这样子 非常差 然后呢 他去年他找其他的顾问 申请六件全死全挂 然后呢 他那个就是今年重新申请 然后他找我 然后呢 基本上 我看他的履历就是 啊 完了 因为他他虽然是 pharmaceutical的背景相关的东西 可是呢 他家里是开洗车的 所以呢 他这一两年都在准备考试 所以没有没有特别在工作 所以他就只是在写洗车 洗车场 那这跟商学生一看就觉得说 完全没有任何跟Data的关联 也没跟商学生有关联啊 所以他就像GPA在高 他还是死掉 OK 所以我把换个方法 变成洗车场 总共从洗车场 把它变成Essential Services 那Essential Services 就是说好 我今天不是只是洗车而已 我是在做一些 特定的 比如说Emergency Vehicle Emergency Vehicle 然后跟那些Police Car 或是那些Ambulance 去做Cleaning Deep Cleaning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一些线上一些 Technology 就是说他可以在 室内直接杀菌消毒的 然后呢 或是说福特汽车 他有个特病的一个 一个一个Timer 就是说他会 直接在警察车上面 直接就是开一个 很高温的东西 然后直接在 放那边高温15分钟杀菌 然后把COVID杀死 OK 然后我就说你去 变成改造车了 不是洗车场 也是改造车子 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因为他大学念的是 跟你一样 是同学说的口腔关的 所以他写这些东西 是有可信度的 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如果你只能把工作经验 变成是有这方面 有Data也好 或是说 有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串联起来 你的Farmaceutical的专业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录取几率 是比较高很多的 我是这么认为 好 谢谢 好 这边有两个那个 OK 那个却上面有一些人提问问题 OK 我看到Rachel OK Rachel的话 就是说你的问题是非能够国际不要申请NBA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哦 我有很多客户申请NBA 只是说MS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但是不是NBA不要申请 而是说你NBA要念对 你说不是只有STATNBA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申请一间学校 如果他是NBA 我觉得NBA比他的MS好 他的课程的内容 NBA比他的MS好 那我会说那这间学校 你就申请他NBA 可是第二间学校呢 如果他MS的课程比NBA好 那我建议说 你申请他的MS 不要申请他NBA 第三间学校 如果他的双学位NBA加上MS 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就会建议你去 这间学校我们就丢 这间学校only 你就丢NBA加上MS 丢Degree 所以其实并不是因为美国国籍 就是学生不要申请NBA 而是说你要念对 而不是念很general的NBA 如果今天出现排挤效应的话 或是说这个学校他的强项 是不会sponsor国籍学生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三思考量 说那我是不是全部都要压在这一块 OK 所以并不是说我不要叫你申请NBA 而是NBA可以申请 但是你要很小心的去申请它 要很客制化去申请它 那所谓的特质申请NBA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特质 因为所以学校来讲 他们看就是一些potential 这个有会不会 所以就在有时候我常常讲 如果你今天被录取 你也不要开心的太早 我打个比方好了 很多人要去申请Ross的 Michigan Ross的NBA 他10的学校 好不好很好啊 但是他的强项会鼓励学生 如果你今天没有工 没有理工背景的话 会比较难 不管是比较难被录取 或是说比较难找到工作 会比较难 那你会发现近这三年来 五年来 他们Michigan Ross的学生 留得下来在美国工作的 基本上在台湾都是工科的背景比较多 大部分如果没有的工科背景的都回台湾了 OK 这是我看的这三年来 五年来都是这样 Cornel的基本上百分之百回台湾 OK 好 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说 Ross能不能申请 我就说可以 但是有个前提 是你要申请RossTauber RossTauber呢 他是NBA 叫做一个MS Tauber是属于工学院相关的东西 但是如果呢 你能申请到Ross和Tauber 加上这两个加强的话 那你一定可以留得下来 因为那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他的数据已经告诉你了 这百分之百 可是呢 Ross alone 我们叫单核心的Ross的话 就蛮难的 如果你没有美工背景的话 所以不是说不能申请NBA 而是如果我能搭配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OK 那RossTauber的录取率又 又比普通申请Ross还要更低 然后他不能说我进去 我才去补申请Tauber 没有 他是一定要 一定要当下就要决定 所以一开始就申请对我的话 录取率当然会比较低 但是我都会跟客户讲说 我宁愿被Ross and Tauber拒绝 我也不要被单核心的Ross录取 除非你有美国国籍 或是如果你有那个 功课背景 不然我会觉得Ross and Tauber的搭配 会比较好 就针对Ross MBA的部分 会比较好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不是针对什么特质 或是针对某个MBA 而是说每一个学校 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看 那怎么决定 ABI说怎么决定MBA或MS 那这也会像就是说 我刚刚讲 就是说你要去看说MBA的课程 那个specialization的课程 跟那MS specialization课程 有没有搭配到就业相关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常常讲说 那这个就业的讯息 他用到的这个resource facilities 那MS会 这个学校学校A MS比较好 好过于他的MBA 那我们就丢他的MS 那学校B 他的MBA的课程 多于比他的MS还要好 那我们就申请 学校B的MBA 学校C的话呢 如果是MBA MS比较好的话 那我就两个通通都同时申请 那两个通通申请 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Tauber 我们刚刚讲的Ross Tauber 这种就是说 他是一开始就要决定 你只你要 你这些只要选的 尤其他不会那么严格 尤其他会讲说 OK 那我就是 你先进去了MBA的移扣 然后或是MS 哪个比较好申请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故意跟他讲说 哎呀我忽然想要双学位 可不可以 那通常是可以的 用这个方式 只要哪个好劲 你就去哪一个 但是我们其实目标 并不是他只是个烟雾弹 比如说 NBA MS才是我们最终目标 但是我们判断说 NBA MS 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我要NBA加上MS的话 我的风险太高 会不会拒绝 那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 比较风险低的 就是NBA 或许比较好进 如果比较好进 就是NBA比较好进 那NBA比较好进的情况之下 进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跟他讲说 哎呀 其实我想要申请你的MS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变得是说 他的MS呢 因为你是已经被录取的人了 所以你要做Colherent Student 你是半个校友了 所以你就不用跟那些印度人 跟大陆人Compete 你就直接是自己个独立的Pol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在审核你第二次的时候 你的身份不同了 你是校友 所以呢 你就NBA 他MS就很好听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录取率 可是一开始如果你直接丢NBA加上MS的时候 那如果录取率 感觉会很低的话 那这是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这个是叫技术性的操作 所以你有什么所谓说 我要选他的课程 而是哪一个比较好 那一个特定的学校 哪个课程比较好 我们就申请哪一个 我的操作是这样子 那MS的实习重不重要的情况 在说你要看 因为通常MS就一年嘛 有些是一年半 那通常是一年 那这个时候你看那一年的话呢 是你要去看说 他的capstone有没有给 或是说正在念的人 或是刚毕业的人 他们去的capstone的partner 是哪些公司 那我这个基本上蛮多学校 我都有他们的名单的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说 哪个名单好不好 那那个名单为什么很重要 是因为我会知道说 好今天这三十间公司 如果三十间公司 都是capstone的partner的话 这是没有带薪水的时期嘛 这是给MS或是NBA 都有可能 但是以MS的为主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他给MS的话 这三十间公司有多少会给return hire呢 return hire就是说 我今天做你这个没有薪水的时期 在学程内的 规划 然后呢 我毕业了以后 直接要进入职场了 那我是不是因为我进了你的capstone 所以我被优先录取呢 那这个是可以看 从他们的linkedin上面 可以去看出来 他们的毕业的学生是不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一个倾向 那如果这个倾向的话那那这个公司也会sponsor 我也会double check 这个时候如果都有都ok那就是没有问题 可如果呢他今天只是一个过水的 或是说他只是一个research的相关的工作或是他这个NGO或是一个startup 那这个就不是很可靠 ok 所以要去看说他那个时期的quality的值很重要 而不是那个量 或者说我硬冲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期就好 其实并不是哦 那看那个公司 那如果你实习经验缺乏 我不知道是指的是台湾的经验 还是是那个美国的经验缺乏 但是如果你工作坚本来就没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你最好在不管你是念MS也好还是念什么 你capstone的刷越多越好 然后呢要提早去刷题要刷Litical的题目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因为你 这样很多人会有个迷思说 我工作经验少于三年我就丢MS 我工作经验大于三年我就丢MBA 这是台湾人的思维 但是这个已经落后大概20年的以上的思维了 为什么 如果去看印度人 一大堆三十几岁的人长得超超级操劳的 然后再丢MS的 超级多非常多这种人 ok都三十几岁了 ok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他们就是想要用最少的钱 最快的时间去毕业 所以 他们工作经验多的时候 会跟我凸显你工作经验的少吗 所以你要去讲说 哎我我是有Quality的 我capstone也抓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的从现在到明年出国之前 我又做什么事情 可以让他们觉得说 哎我工作经验Quality是好的 我Potential会比这些三几岁操劳的人还要好 ok 所以看了人家看的是一个内容 而不是说我的经验长还是短 ok 目前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尽量在这边提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 或是有后续想要问的话 就是你说也可以加我 可以来问吧 都行 对 就是看大家的意愿 对 对 然后那个 因为我刚刚我们有那个 少Qual 那个Peter你可以再借我分享一下 因为刚刚蛮多人加 加我们的官方 那因为 一下子有那么多人加 所以变成是说 可能如果你越早加的话 我们可能就优先顺序安排 你跟Peter做 做咨询 那如果你还没加的话 我在这边再多停留一下下 对 对 然后你如果加了之后 你要跟我们say hi 因为你加了 我们不会看得到你加 所以除非你就是跟我们say hi 说你要咨询 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你 对 那因为刚刚加的蛮多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越早say hi的话 我们会越早优先 就是安排你跟Peter做对接 这样子 OK 好 那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有吗 大家比较害羞一点 好 没有 好 如果大家觉得在这边讲 不太好意思 让大家知道你的 比较personal的问题的话 那也没关系 就是可以跟我们 好像有一个人讲话 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学生他想要问 Supply Chain OK Supply Chain MBA的话 就是基本上你要去看一个 叫做一个排名叫做Gartner Gartner的话 他会有跟你告诉你说 Gartner 他是业界 他是看的是业界的 那个COO的部分 然后去访问说 他们认为排名最高 学校是哪一些 所以COO的部分呢 通常会告诉你说 通常他们认为最好的学校 通常都是在美国的中西部 跟美国的南部 而不是US News那些排名很高的学校 其实不一样的 虽然我目前的客户 他们都是去走这个方向 只要Supply Chain 他们都往这方向走 那他们就业其实都还蛮好的 目前也是百分之百 OK 就是说他们的学校 Supply Chain的墙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要去看Supply Chain的墙 是可不可以cover到CSCP 跟CPIM相关的 或是说跟比如说Amazon 或是这些大公司Walmart 这些他们的仓储 相关的一些工作 毕业的算数 或工作区的那个地方 这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说 Supply Chain 有没有自己的career service 这也是另外一个观点 比如说NC State的它的Supply Chain 叫Supply Chain Cooperative Supply Chain Cooperative 就是说它的NBA里面 它的Supply Chain 是Supply Chain有自己的career center 也就是说我今天念Marketing 我今天念Finance 我只能用General的NBA的career service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念 NC State的Supply Chain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Supply Chain 有自己的career fair 其他念Finance Marketing也不能进来 只有我有 然后他们是独门的 独家的 然后他也可以去吃General的NBA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 最近Supply Chain的人 他们最后他们的那个时期 都是两年之内 差了大概三个还是四个时期 因为他们是有独家的career service OK 然后Wisconsin也是一样 Wisconsin它也有它自己的 就是Supply Chain 它有它自己的独立的career service 当自己的sponsor 所以你只要跟你自己的同学竞争就好 而不是要跟整个NBA板上竞争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要去看说它的课程的内容 课程内容就是说 不是说找哪些学校 是说那课程内容 比如说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有分的很细 比如说有传产的Supply Chain 有Hitech Supply Chain 还有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那你要去看说那后续它那个Supply Chain 跟我工作内容 或者我想要去的那些Supply Chain 有没有关联 甚至Farmaceutical 药剂药厂也是有自己的Supply Chain 然后服装的 服饰的 Retail的也是有自己的Supply Chain 所以你要去比较说哪个是你想要的 那就去选那个学校 而不是说Supply Chain 排名高 我就去看哪一些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目前还有问题吗 好 看 应该差不多 因为现在时间关系 因为我们讲座的时间预计大概是 两个小时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台湾的时间也晚了 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 好不好 我们就到10点整 还有一个学生有问题要问 CES 我记得你两边都压 就是说你CS可以申请 然后DS也可以申请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搞 是因为CS的录取率很低 不到5% 通常不到5% 甚至还有2%的 OK 那如果你要申请WE也可以 那录取率也是蛮低 大概5到10% 15%以下通常 那DS的录取率会高一些些 所以我建议你 EE也丢 CS也丢 DS也丢 但是要切记 就是你的assay 一定要写的不一样 不要用模板 就是丢EE CS跟DS 这样搞模板 千万不要 而是要 DS要写的很DS的主轴 EE要很EE的主轴 CS要很CS的主轴 这样子 然后你的goal也不一定要写的一样 可以说 我要用DS Data Science 然后我之后的goal 是要当Soft Engineer 虽然不要 虽然应该要写说 我虽然是做Soft Engineer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想要往Data那边走 为什么 我想成为Data Scientist 用这个方式来讲 OK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差距了 所以你要去想一下 说要怎么去规划 那个S要怎么去操作这样子 那你不管念什么 录取什么学校的话 哪个program 基本上你之后 就像我刚刚说光谱10嘛 你光谱10可以去丢 5、6、7、8、9、10 通通可以丢 所以不管你念什么都可以 只是说你要先进一个program 这样子 那就要选 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就是要一定要 已经要去丢那种 就是很specific的东西 就是说 我很specific 我一定要 就是DS要很specific 写DS相关的 CS跟CS有关的 WE有关的 但是因为那两个录取率很低嘛 所以或许DS录取率比较高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操作 对 用Machine Learning也可以 你可以讲Machine 可是你要想的很细 具体啊 不能讲说我想要读Machine Learning 但是没有任何的细项 可能Machine Learning是哪一方面的Machine Learning呢 因为工学院也有Machine Learning啊 EE有Machine Learn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也有Machine Learning CS也有Machine Learning Robotics也有Machine Learning 所以你要去写的特别的细说 Machine Learning跟AI怎么结合 那你说哦 我有我Software Engineer的一个 一个background 我有工作经验 然后我有做过AI robot 或什么的那种东西 所以我希望能contribute在ML 跟AI这方面的结合东西 然后希望要透过你们DS的平台 去做什么事情 大概是这样的 好 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 那如果说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就是跟我们加我们LINE 之后跟我们say hi一下 那我们就会尽快的帮你做安排 跟PIT做对接 好那也很感谢时间的关系 大家也有晚了 就是试试大家准备睡觉的时间 那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一次 2022年的留学讲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OK好 那也谢谢Peter帮我们做分享 那我们就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